寫寫的動機 在小學的時候 這個學校有一本叫做《寫有雜誌》 他在徵這個笑話 那個時候我就在《寫有雜誌》 投稿這個笑話 結果被錄取 錄取了以後 他學校就把這個錄取的這個貼在報告欄 很多的同學就看到了 這個我寫的這個笑話 那我覺得每一個人 每一個同學對我 都人人側目 那時候心理上的高興 就引起來以後這個寫作的這個信氣 這個就是動機 那我們都知道您在三十一歲那一年呢 寫了出版了五本的靈書 為什麼這會是改變您醫生的準例 是這樣子的 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在這個 寫著五本靈書的第一本 就叫做《靈基神算漫談》 首先呢 我是在一個廟裡面 遇到的這個青衣婦人 那麼她叫我說 在佛菩薩面前跪下 那我就 我就跪下 那麼跪下來以後呢 就有感應 那麼感應是非常強烈的 像你可以看到五行的東西啊 聽到五行的聲音啊 這個時候人生就有了轉捩點 就改變了 那麼寫了第一本書 就是在記載那一段的奇異的開始 以後聯繫有五本書 五本書以後呢 也就等於是說 那個時候啊 我人生就有一個新的方向 從此以後呢 就走上這個心靈 跟宗教的這一條路 那請問師 您這個寫著的使命 和紅髮的關聯性是什麼呢 寫著的這個使命 其實剛開始寫著 是沒有使命 也沒有 還沒有寫這五本零書以前 我有寫了很多的文藝 的東西 像詩啊 賞文啊 小說啊 通通都有寫 那寫這些 寫這些的時候啊 那時候完全沒有使命的感覺 那時候寫這些東西啊 在報刊 這個發表 最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有一個小小的這個民生 好像你在文藝界 你有小小的民生 另外還可以賺一點稿匯 這個不算是使命啊 後來有使命 有這種感覺出來的時候啊 是因為 你已經走向了心靈 走向了宗教 那時候突然之間啊 好像有一種這個 紅髮的那一種 將來 你必須要在眾生之中 撥下的 如來的種子 或者智慧 能夠讓人家 體會到 這一種的那個 很崇高的 一種 一種宗教 那麼心靈呢 要得到的解放 那麼說到這個 其實面對這個 自治不一樣的 雲雲眾生喔 那請問師尊是怎麼運用寫作 來讓大眾 一讀一寫 然後並且心生解聽 喔 我是這樣子的 我這樣子想法 第一個呢 我在錄這個初機 剛剛入門的 我是用這個 好像是說 通靈的故事 因為通靈的故事很吸引人 你有通靈的故事出來的話 你所有的眾生就會 特別注意這一點 尤其是神通啊 神通的力量 那麼變成故事的話 大家都很喜歡看 好像我們看電影一樣啊 這個有些電影 是非常的 還很吸引人的 像那個恐怖的電影 或者是有一些 這個靈異的方面的事情 非常吸引人 用這個吸引 這個當初機 初機的這些弟子進來 第二個呢 就是要 要 教大家 這個 在這個 好像 度這個屬於中機的 中機的方面啊 就用哲學的 人生哲學 或者在玄師方面的 思考的 像讀經文啊 像這個 像這個 持咒語啊 像觀想啊 這一方面 那麼來 做一個 修行的一個基礎 這個是度 這個是度中機的 那麼 度這個上機的 另外又有一個方法 那就是直接切入 用如來的智慧啊 來度這個上機 那麼這一些的文書當中 主要的精神理念是什麼呢 最主要的精神理念啊 還是在度化 這個 眾生 那麼 我們 我 我是 學佛的 學佛的 就希望把這個 佛本身的 教化 啊 在所有的人 當中 剝下了 如來的種子 這是最重要的 這個 就是精神的 最重要的地方 請問師父 如何 這麼有毅力 將近五十年的時間 能夠創作高達五百 253本 這個文書 這個毅力啊 就是一種 使命的一種感覺 好像 既然 你碰到了 那你就有一個 好像一個 一個天命一樣 好像 天命 在你身上 你這一生當中 你要做什麼呢 對不對 像我們出生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會 出生在這個世界上 然後為什麼呢 我們又會 到了年老的時候 又要離開這個人間 那在 在這當中啦 到底 你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 生 為何來 那麼 死又到哪裡去 這個在生死的中間呢 你必須要做一種 有意義 有價值 的事情 那麼這當中就產生了 天命 好像 天給你的使命 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 藉著你自己 能夠有興趣的那一支筆 去 出版的這些書 253本 254本 現在在寫254本 那每天一篇 為什麼 要這樣子做 好像一種力量 在推動著你 每天一定要寫 如果你有一天不寫 覺得這一天 就等於白佛 白過 所以每天都一直 督促著自己 一定要寫這樣 而且時間是固定 起床以後啊 一切 然後就開始就寫 你知道 天天都是這樣子寫 而且 我沒有一天休息過 包括出去旅行 在飛機上 或者是 在飯店 都是這樣子的 過這樣子的日子 那麼這一種精神毅力啊 我自己也感覺到很奇怪 我怎麼有這一種精神毅力 每天 每天去學 原來啊 這就是我人生的價值 天跟地之間啊 全部都是靈感 在靈感當中啊 又有天地 又有天地 天地之間都是靈感 靈感的中間又有天地 所以天地產生靈感 靈感又產生天地 就是一直這樣子循環 一直這樣子循環 我們曉得 這世間上每一件事情 你遇到一個人 遇到一件事情 你看了什麼書 你想了什麼 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全部都是文章 所以包括你的生活 食、衣、住、行、欲、樂 跟所有你的 這個人、世、地、物 全包含 山、河、大、地 天上、地下 都是文章 所以永遠寫不完 文章就像那個好像是說 石頭一樣啊 或者像沙一樣啊 你撿一粒沙 就是一篇文章 好的 好問到這裡 謝謝 蛤 那麼快啊 自由未盡 自由未盡 沒有問題了嗎 沒有問題了 好的 謝謝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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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謝謝中天電視台 為我們特別開闢的這個專訪的單元 謝謝 謝謝